县长李明珍会同县议员曾正妍、张维华 访试南投市、内新及宁南等两个社区 关心长照2.0及关怀据点推动情形 并制证各社区2万元的专案补助金及谈利贷 社区伙伴也展现活力 和李县长一起跳健康操、打鼓、场面温馨热闹 县长李明珍会同议员曾正妍、张维华 访试南投市、内新及宁南等两个社区 李县长表示,为了了解南投市长照2.0办理情形 特别到社区关怀据点访试长照相关照顾情形 以及关心他们用餐需求 亲身感受长辈们开心的笑容以及活力 也看到他们在社区学习成果 目前长照计划推动成效良好 未来县佛将扩大办理 提供社区长辈更好的照顾环境 今天看我们这些老大人都在这里上课 在这里围读、唱歌、跳舞 运动都在这里围读、运动都在这里有成就 这些老大人在这里上课都很高兴 所以我们长照二点、关怀祭典 很好的一个典范 尤其我们营兰兽区参加我们内政部的考 都在全国排第一名非常不错 我们蔡理事长和这些常务监事都很用心 这些义工也很配合协助 所以我们社区长照二点两可以在南投县办得非常成功 那么我们还是要积极加强来协助他们 有困难的地方我们就要全力来帮忙 曾议员以及张议员都表示 林县长前走基层了解社区关怀据点运作情形 也为老年人推动多项福利政策 让老人们感受到温馨与幸福 希望未来林县长在县民的支持下持续努力 为乡亲蒙取更多福利 南投县民的会在我们来陆 跟县民县管长真的贴切 非常向我们乡亲社区的关心 他对我们做南投官的 真的好 结社很多 我们背双也是感到有感 所以这种这么好的管长都很爱带我们乡亲 用心听 人真来替乡亲照专和发表 云南社区以毛巾操呈现健康活力 在活泼热闹的音乐声下 与县长一起跳活力超 展现据点活力 气氛温馨 场面相当热闹 林县长勉励社区伙伴要常常运动 长宝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